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繼續在香港考察 夏寶龍早上8時多在行政長官李家超的陪同下 到黃大仙一個屋苑商場查留品名 他昨天也曾到將軍澳一間酒樓喝早茶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 及副局長梁黃正迎接 警方在商場及酒樓外圍加強報防 而酒樓7時開始照常營業 有市民入場拿位喝茶 場內就直接屏風分隔開茶客區及貴賓區